香港樓市经过数月的新盘之后 加上本地银行跟随美国联储局加息 难免令买家入市时趋于审慎 拖累住宅辣椒个案回落 根据税务局最新公布4月份3项住宅辣税个案 包括15%新住宅印花税NRSD 买家印花税BSD 及额外印花税SSD 合共录得280宗 虽然较3月份376宗案月跌约25.5% 但依然创10个月来次高 可见楼市购买力由在 面对再次加息 虽则业主每月实际供楼金额 教原先供款差距不大 但始终对交易商方产生心理影响 亦是事实 亦拖累二手楼价回落 美联楼价指数报154.33点 按周跌近0.6% 本年预金仍升近5.7% 至于反映业主持货信心的美联信心指数报60.5点 按周跌0.8% 目前依然高于平均值 预计楼市短期将报入巩固期 无论交投或楼价不会大升 但同时亦难以大跌 暂情稳中向上姿势 近期大型新盘销程依旧量力 发展商亦继续原用 货如轮转的策略推货 带动整体交投气氛 据美联物业房地产数据 及研究中心综合地政总署资料显示 4月份共有4个项目申请预售楼花 合共涉及4067个单位 较3月695火大幅上升约4.85倍 年升3个月 定创15个月新高 短期一手挂税的势头未改 展望5月市况 启得豪宅盘天狼市市场焦点之一 在两地通关后 豪宅交投亦随大市向上 不者预期 美国息口已有见顶征兆 在不明朗因素逐步消除下 相信准买家观望气氛亦随之减退 入市步伐有望加快 估计本月一手交投有望回升 当照近期本公司一 二手看楼量作简单分析 一手新盘依然万人空巷 二手预约看楼量依然维持一定的水平 但买卖双方在叫价上拉锯 交投陷入交着 导致二手楼市旺丁不旺财 由一手交投及预约看楼量情况可见 整体楼市购买力仍然丰盈 指示有待进一步释放 这是楼市持续向好的先兆 只要一手交投持续火热 配合二手业主慢慢 接受现实 肯扩阔以下空间 相信届时有望带动二手交投平稳向好 楼市继续走强是指日可待